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如果买一杯咖啡或一碗面或一碗饭或自助餐 这消费过程当中我们所享受的服务其实是某些人的工作 好 谈到每个人要找工作获取的工作的难易程度是不一的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因为我们从官方数据得知放五薪假还有失去工作的人是变多了 当然可想而知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要保住工作或求职 要远比其他人辛苦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欠缺一些条件 不过还是可以发挥一技之长的 因此我们的政府多年来就鼓励民间企业能够多多来雇佣 但是我想这中间应该是需要蛮多磨合的 那李戴宇老师这些上班族还有老板口中他们常说的 过去这八九年来一路陪着一个又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分享就业服务员如何成为美合工作的好帮手 非常欢迎戴宇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高富之后协会的救抚员李戴宇 李老师非常谢谢你 你的工作非常的考验一个人的耐心跟专业 老师协助这些身障朋友们已经有八九年过去 这个是在职场上等一下还可以谈 在生活当中其实你就是一个很难够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怎么样来陪他们走每一步每一步的路 好我们谈到就是怎么样来协助一些身心障碍朋友们 他们找到一份适合他们的工作 协助他们做好求职准备 这要先美合吗 就是说心地履历过去吗 还是说有些老板他已经说 我愿意给他们一些工作就先来面试这样子呢 其实两种状况都会有 主要就是一个需要求职的民众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前面会先有一个叫做职管员的角色 先去评估这个求职的他的能力 跟他过去的工作经验啊 还有他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做看看他现在有什么能力 可以找到他跟他想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然后也可以做得比较久的工作 然后再经由旧服员做求职前的准备 其实求职前的准备还多度不多啦 但其实面试前面的那些演练啊 然后面试的时候衣服要怎么穿啊 然后问题要怎么回答啊 或是甚至连交通怎么去掉这个面试的公司 其实都是旧服员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你所服务的平台是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 意思就是说其实等于我们一般上班族 在求职的人力银行的角色 有点类似是这样子吗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说台北市有大概十几个就业服务的单位 就是有身心脑袋手册的朋友 有求职的预业 然后有求职的能力 有去工作的能力的话都可以来寻求服务 这样子 那协会的业务也其实非常多元化 我们不只做就业 我们还有做很多劳政啊设政的工作 好这个是李老师的专业 你在大学研究所 所自己感兴趣的一直在专研 怎么样做好 食物面的服务呢 我想在过去这几年 你已经让很多的朋友们 找到他们合适的工作 也让雇主们觉得很肯定 很谢谢你 好刚提到就是说 包括要面试演练 那履历表的部分呢 就是指导一下嘛 像其实我们一般人在找工作 也有专家会告诉你 怎么样写好履历 你们也是需要的吧 就是可能像如果是 服务对象想要找行政的工作的话 我们就会 希望他先自己写 我们再来修 但如果是一篇 比较体力性质的工作的话 其实简易的履历表 可能就会有 就给人这边协助做制作 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供需的市场 这个履历表的部分 我们就好好地来撰写 可以加分的 你刚刚提到这个面试 也要做一些演练 其实我们一般上班组去找工作 也会站在这个镜子面前 然后来演练一下自己的临场的反应 这个在你们的协助当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是 身心障碍者吧 所以其实他们在一般的应对 对打的时候 又比一般人更容易紧张 你想想像我们一般人去面试的时候 那个紧张的程度大概乘以100倍 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紧张的程度吧 所以其实先练习 然后先考前拆体 这些其实跟大家都一样 大便就是我们可能会练习个三五次 甚至更多 去缓和那个紧张 的确 那老师不能紧张 对 现在有一点紧张 因为老师我跟你没有碰过面 所以我们也等于是说 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平台 可是我觉得老师给我感觉很温暖 我一刚开始也会有点紧张 可是我现在觉得很开心 非常谢谢你 陪他们去面试 紧张乘以500倍 大概就是我的紧张 神经百战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第一次紧张过后就不用了 其实不然 我觉得把每一次当成 就是一个全新的一次 这种心态态度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在面试的时候 救服员不能够在旁边 打pass吗 要看状况 要看状况 就是有的时候会先询问 就服人可不可以跟 然后有的顾主会说 哦 没关系啊 当然没有问题 但有的顾主说 哦 那麻烦你在外面等 我们就先在外面睡一下 这样子 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对对对 好 我们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去求职呢 就是要过关斩将 已经录取之后呢 通常会有所谓的试用 那他们也会有吗 就是我们身心张的朋友 也一样有试用期 就是一开始 如果是有救服员的服务对象的话 其实在刚开始去职场的时候 呃 救服员会陪同跟他一起工作 就是他做什么 我做什么 然后甚至是我先学 然后我再教他 因为其实我们身上者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需要比较结构化的学习 我们很常说一个东西 叫做无误 呃 无误的学习 就是一开始的第一次 就尽量不要有做 而不是说 哎 做了一下 而且好像不对 哎 不是这样做 就是这些东西 对他们混乱 所以其实一步一步的 把步骤明确化 结构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这也是我们诱人 很常在做的工作这样 结构化 明确化 我觉得你们要先行耶 你们是先行者耶 那很多工作我们说 对对对对 好多行360行不止啊 不过我们也知道 身心障碍者 他们所能够从事担任的 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局限 所以老师都会 呃 先熟悉他们的工作 你要自己先懂 才能够指导他们 不是只是照理论 或口头上指导他们 哇 这个老师都要花很多时间 自己先去尝试哦 所以在陪同的这一段期间 那呃 大概有多久时间 雇主会让你们有一个 他能够了解我们的能力在哪里 大概会陪伴多久呢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大概两周到一个月内 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 可不可以适应这样的工作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除了做结构化的学习之外 也会尝试的跟雇主讨论 我们可不可以把植物的内容拆开 我们叫做植物代设计的概念 可能是做植物的切割 或是我们去看看这个工作 有没有什么补具可以协助他更快的上手 大概是两周到一个月内 我刚刚提到像咖啡师 冲泡咖啡他们可以担任吗 如果是咖啡厅的工作的话 可能会先从外场开始 慢慢一步一步的进入那一趟 或是像咖啡厅的话 他其实不只泡咖啡这个工作嘛 他可能可以先从简单的果汁茶类 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上进阶 李老师你所服务的这些朋友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大概以服务业居多吗 体耐力或是劳力性质居多 像是加油站的加油员也是可以吗 对对对 加油站除了加油员 可能还有洗机车 衣茶车都还是我们蛮常可以借的大众 我们有享受过他们的服务 很满意 我觉得都超仔细很棒 那餐厅也可以嘛 餐厅应该也可以对不对 餐厅可以啊 那厂外厂其实都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收银那个部分 雇主可能会有一些担心 但其实收银以外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步道都蛮能胜任的 说老实话 老师在你服务的这些个案当中 有没有哪些他的工作 让你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你自己的体验就会觉得 可能难度还挺高的 然后可是他蛮得心应手的 让你刮目相看的呢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六十几岁的北北 他是警长 然后六十几岁的北北 我那个时候带他去加油站 做加油员的工作 然后在加油站工作 其实他的训练 就是一开始雇主放的那个流程 会是先上去加机车 等待你在机车岛加手细之后 再帮你放去做汽车岛的加油 因为其实机车比较考验手部的细致度 因为那个油枪 你可能多按一下就多跳一块 对 所以其实那个机车加油是蛮困难的 汽车加油相对单纯 汽车加油难的地方是 他可能会有很多车子帮你包住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这个北北那个时候 一开始去机车岛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六几岁 年纪蛮大的 他会手抖 所以他一开始拿油枪的时候 其实很抖很抖很抖 然后把油枪放进去油枪盖的时候 也需要对准 需要一点时间 但我也是这样子一台机车的家 然后等到他慢慢熟悉之后 让他去汽车岛工作 这个工作我们会追踪 我们的福对乡三个月 看看他的工作表现 然后这个过程之后 都一直有去职场 协助他熟悉适应环境 但是我是某一天 就是大概经过三四个月之后 我去职场找他 我猛然看到他一次可以加四台车 游刃有余 完全没有问题 我当下真的觉得 我那个时候很害 我那个时候好像刚刚做 第一年还是第二年而已 我真的觉得 超乎你想象当中的厉害 超强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一个人一刚开始尝试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怎么会这样 接下来会变成 好棒的惊态 怎么会这样啊 好厉害 然后一开始觉得 怎么会这样 是 所以呢 我们总是要给别人一些机会 这个是 说的简单 但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这个态度先拿出来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就是可以 让他有个位置 他就可以发挥的很好 所以 我之前也有几次去加 那个机车的这个汽油啊 对 有时候都好像加不满 或喷出来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训练不太高 年轻人啦 对后来觉得 哇 真的是要专业啊 需要一点点手感 手能生巧嘛 所以呢 我们刚刚提到一些 好多你所陪伴的个案哦 雇主通常会有哪些反应 也让你印象深刻 当然表现很赞的话 一定是 希望他继续留下来 但是会有一些观察期 可能会考验雇主的耐性吧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有时候会让你 很有成就感 有时候不免 还是会有一些气馁 我觉得这个工作啊 其实很容易累积挫败感 不管是从雇主的表现 或从个案的表现 很容易让就别人觉得 啊 很失落很失落 但其实这个工作 更多时候累积的是成就感 就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跟雇主相处 但我觉得 雇主怎么看待 这个求职者 这个员工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把他当成一个 人力就好 他就是一个 我这个工作缺一个人来做 然后谁来做都可以 我觉得这样子的雇主 其实也还蛮可以接受 我们的服务对象的 最怕的是有一些雇主 他可能在内心中 有设定一个门槛 如果我用了这个人 我要他CP值超高 或是我要他可以做超多事 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服务对象 就会有一点受限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 真的的确会需要一点 训练的成分 所以其实如果 陪给我们比较多的时间 去学习 一般人的使用期 可能是三个月吧 是啊 然后我们的 无对象 适应的状况 可能要拉得更长 可能要到五个月 或是半年 他才可以真的去适应 说这个工作在干嘛 或是这个 你党上的氛围 或是职场上的环境 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想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认知 我们在职场 会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吧 其实把它想成 这个慢熟的果子 其实是更香甜的 也就是需要让它 有点时间的 需要有点耐性的 像刚才分享的 这个警长博的 这个在加油站 可以后来这么厉害 一次加四台车 就就是 超乎我们想象当中 好 这是我们希望雇主 也能够听到的 既然愿意打开门 让他们进来 我想下一个 让他们在职场 非常舒适的工作的环境 就看你是不是能够 再有一点点的耐心 这是大家一起把这个职场环境 我们营造的更友善 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找工作比较辛苦 我想这番话是送给 我们上班族 也给雇主大家 一起加油来努力 所以这个成功 美合的就业的比例 或许有时候是蛮受挫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加油 因为政府都希望 大家把资源一起来投注 大家就应该来珍惜 而且能够善用这样的资源 不但于老师 你要熟练的工作 要这么的多 你怎么样跟这些朋友们 拉近距离 我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距离感很远的话 你讲什么 我大概也有听没有进 你通常怎么样跟他们 拉近距离 就不想这跟一般陌生人相处 可能又是不一样的 一种状况吧 我觉得其实在态度上 会很像是在交朋友 对我来说 不管是跟福德亚说 可是跟雇主 对我来说都是认识 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所以对这个人 保持好奇心 知道 想要知道 真切的想要知道 他在想什么 然后他遇到这个状况 怎么做 或是他有什么需求 需要我怎么协助 就是在交朋友的同时 我们保持一个服务的关系 会是我在工作上 蛮常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 是很微妙的 有时候就说 投缘不投缘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主要是说 我想更需要 怎么样去了解 他的优点在哪里 怎么样去发现 他在哪里 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好 这是我们黛玉老师 擅长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我也刚刚一直强调说 过程当中 专业辅导之外的耐心 是很重要 我觉得有些是出自于天性 本身的个性 经常就比较柔软 就会有这个同理心 我刚刚提到 李老师让我感觉就是 很柔软 愿意去陪伴 这个就是一个 没有求回报的付出 我觉得啦 那其实李老师 有一位需要 你照顾的哥哥 对不对 对对对 哥哥照顾我 你看 不是他照顾哥哥 是哥哥照顾你 我觉得能这样说 这番话听得简单 其实就是一种 很好的态度 或者说对哥哥 一个情感 我想 因为你有必须 要照顾的一个哥哥 所以感同身受 身心障礙朋友 我觉得你都是 伸出温暖的双手 不过谈谈这种陪伴 好像就是 一个就要花那么多时间 就是哥哥 要需要一点照顾 你说哥哥照顾你也好啦 好像互相照顾啦 但是你怎么会有 余力在乎别人一把呢 可不可以谈谈 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呢 我的确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我知道这个行业 是因为我哥哥 因为我哥哥是智能障碍的 他是唐宝宝 我小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 就接受过这样子的服务 就是有救服员 带他去职场工作 叫他去适应整个环境 所以我大概国中的时候 就大概知道 原来有一个救服老师 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刚好也看到这样子的知觉 就觉得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啦 我小时候觉得 我很常当哥哥的翻译官 就是我很常知道 哥哥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我帮他做翻译 给爸爸妈妈知道 我就觉得 我好像具备这个能力 那我可能可以试试看 这份工作 去协助我们的生长者 当他们跟雇主 之间沟通的桥梁 对我来说 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 沟通的桥梁 是因为最终 这个人跨过了桥之后 或是两边的人 在桥上相遇之后 后续他们需要 自己去处理 后续他们要怎么样去联络 或是他们的关系 对我来说 我就是搭个桥 然后我把这个 两个人的需要 的事情准备好 然后让他们可以往 他们属于 他们的未来迈进 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感受到 戴雨老师 就是在他哥哥的身上 看到哪些 就投射在他 现在的工作上 而且你那时候 年纪那么小 国中的时候 就好像找到一个方向 而且是从哥哥的身上 看到你可以做些什么 我觉得 有些人听到 长辈会说 你好懂事 但是我们觉得 这是一种 家人的情感 有些人会觉得 照顾很累 都觉得很想逃离 可是你并没有逃离 你跟哥哥的感情 还这么的好 很贴近 是女性的心思 比较细腻吗 还是说 其实 这个很难说得清楚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哥哥的关系 让你走这样的一条路 可能很多人 要走这条路 还会 一而再 再而三再思考 我愿意做这样的服务吗 但是 你至少 目前已经做了 在职场上 八九年 以这个专业来服务 而且你一直陪伴 在你哥哥身边 哥哥现在 也可以在职场上 有所发挥吧 对对对 他现在在屁股工厂工作 做得也蛮快乐的 还有蛮有成就感的 好 刚很多人会 可能跟我一样好奇 为什么要当翻译官呢 这个翻译官 他讲的也是 我们的国语啊 或闽南语 甚至英语啦 所以翻译官 你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爸妈妈家人 需要你这个翻译官呢 我们举个 比较常见的例子好了 我要来开始出卖我妈了 我妈很常跟我哥说 去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 然后我哥就会把 所有阳台的衣服收进来 干的收进来 湿的也收进来 因为你跟她说 把衣服收进来 对所以其实 那个时候妈妈就会神奇 妈妈就会说 不是叫你把衣服收进来吗 你怎么连湿的都收进来的呢 那个时候妹妹就要跳出来 你妈妈说 不对哦 你刚刚跟她说 是衣服收进来 你没有跟她说湿的不要收 你没有跟她说干的收进来哦 哦 你看 其实就是 非常细微的小地方也是 因为这很常 我们在职场上面遇到的问题啊 我们在职场上面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 太自动化了 或是太理所当然的 去觉得一些事情了 但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 它有时候就是 缺少这个自动化的过程 或是它需要 比较多 我们刚刚说结构化 或是把话说完整 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多一个人去提醒职场 然后提醒我们的服务对象 是重要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好细心哦 当时回到你跟妈妈这样的对话 我觉得你不是护子哥哥 真的也提醒我们 要把话给说清楚 如果放大到职场上 也是如此啊 我们的主管上司 要跟我们的员工说些什么 也要把话给说清楚 当时跟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 妈妈的反应呢 我很想知道 就是我也跟着一起被骂 但是现在我觉得妈妈 应该啊 回过头来跟你说 谢谢黛宇 因为真的很必要 不要说 身上的朋友 他们在职场上的一些表现 但是呢 现在在很多职场上 我以一个员工 我要这么说 也是很必要的 当然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们谢谢李黛宇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 自己所从事这份工作 那么从你国中时代 就开始立定这样的志向 现在还是依然在做服务 哥哥不是一个负担 哥哥对你来说呢 你说他在照顾你 其实我是这么想啦 如果说你现在工作 他可以让你想到更多 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在进入职场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可以协助他们 更能够适应这样一份工作 我想对整个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资源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 一个投入 好我最近要说的是 要分享我的经验了 因为大概将近20年前 我有一次在台北市里 一家日式速食连锁店用餐 吃完之后刚离开 却发现我车子钥匙不见了 我很紧张 赶快回店里头问一问 其实我当时并不确定 我是不是掉在这家店 但是就是刚离开嘛 我看到店员 花了很久的时间帮我找钥匙 就是没有找到 其实现在回想起的过程当中 让我久久不能忘的是 一位唐宝宝 很用心的翻找好几袋的大垃圾袋 在我面前 他不放弃 很认真 让我真的很感动 也很谢谢他跟这家的老板 我想最后要说 这不是置入行销广告 这家店是吉野家 我要切这个机会告诉他们 他真的很棒 老板用对人了 也期望相信未来 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店家 非常谢谢李戴宇老师 今天的分享 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 谢谢